警察 警察 乡行车直插车前 白牌车被两台车包夹 这名男子自称是警察 司机吓坏 以为是刑警逮坏人 这是谁 司机 你是干嘛的 在司机而已 乘客乖乖被压上车 一度以为是警察逮车手 傻言的是 这竟然是假警察 疑似债务纠纷 真掳人 客人被警察抓走 找办 直到被抓走 都还以为是警察 结果被害人 被带到台中和平山区 还被搜刮手机跟现金 掳人发生在11号中午 高雄岡山寿天路上 仔细看画面 乡行车横插路边 看起来就像真房车 假警察穿着 印有刑警字样的背心 一般民众确实难以分辨 警方表示远警逮捕 第一要穿着制服 还要出示警察证件 并且一定要告知 逮捕是由 为何逮人 不会无故乱抓 如果违反规定 民众可以拒捕 初步研判 本来 疑似因债务纠纷引起 目前已锁定相关人车 究竟是随机掳人 还是债务纠纷被锁定 假行警当街掳人 过程惊悚 真假警察难以分辨 就怕民众真的 防不胜防 记者蔡双吉郭宜珍 高雄报道